这是一场堪称沙俄乌拉 被阵小板子板载的海战 也是D0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学主 对于实力远超本次的俄波罗的海第二舰队 东湘平巴郎在战前可谓是做出了准备 当双方舰队在对马海峡相距8000米时 东湘下令联合舰队突然阵前掉头 一个大型U次瞬间在海面形成 他要跟俄方舰队拼速度 整个过程大约要持续10分钟左右 俄邦司令抓准时机勒令重舰们轰 然而由于其使用的是炸性较弱的棉火药 虽稳定性较高 可爆炸产生的浓烟太大 所以对日舰并未造成什么伤害 还有就是航行3万公里赶来应战 引擎都快跑冒烟了 且中途补充了劣质燃煤 因此最高航速只能达到13节 而本次却准备充分 所有战舰使用的是优质燃煤 最高16节航速就加快了T4战法的形成 此刻双方舰队距离也然来到6200米 接下来也就该联合舰队表演了 看到这里可能观众以为有点神剧的协作 其实不然 至于小本子为何只打苏沃洛夫公爵号呢 这便是秋山真知从本子古代水军学到的战法 首先以全军之力攻击对方先锋 迅速揭秘起两三艘战舰 后面的自然阵脚大乱 所以东将与真知创造出一个海战时的气息 加之良好天气与波浪高 非常利于精神训练的小本子水兵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 每艘战舰配备了无线电设备随时联络 以及在打出一半国库储备得出的经验 全部换装了填装为下来火药的炮弹 此种烈性炸药优缺点同样突出 它的灵敏度相当高 哪怕触碰到细小麻绳都会引发爆炸 其爆炸时不仅有巨大冲击波和炮弹碎片 同时燃点中心可达上千度 足以把船上铁块给点燃 以及下来火药爆炸形成的火焰 会像流淌火那般飞溅与涌动 就算落入海里也能继续燃烧 值得一提的是 在甲午战争之时 北洋水师就遭到下来火药的重重一击 所以此时俄方水兵也感受到了它的威力 要么在舰上躲避不出 要么就是着火的水兵往大海里奔跑 曾经号称世界首屈一时的波罗的海舰队 现在已然没了开战前的气势 大多被炸的火光冲天 还手能力大打折扣 不过呢 虽有上千名俄兵涌沉队马海峡 但剩下的水兵仍想着奋力一搏 哪怕自己战舰就快沉没 也要吐出几枚炮弹 好巧不巧 其中一枚炮弹就撒到三立号的甲板上 东湘平八郎极客被炸的乌奇马黑 只是火药原因并未引起后续大火 三立号的战里依然还在 所以上火的小本子水兵 立马瞄准苏沃洛夫公爵号猛轰 只见双方主帅战舰 在六千米的距离上互射 最终的结果则是 三立号的旗帜被轰了下来 苏沃洛夫公爵号 成功吃下三颗炮弹 爆炸把舰队司令罗杰斯特文斯基 秒称重伤昏迷 此时俄方苏沃洛夫公爵号 彻底失去战力 第二战队席舰奥斯利亚维亚号沉没 水兵把罗杰斯特文斯基 转移至碧尼号驱逐舰休息 由诺伯加托夫少将接体指挥 此刻对马海战并未结束 因为 俄波罗地海舰队仍有 尼古拉11号 奥瑞尔号 阿普拉克星号等的十余艘战舰 万一他们又杀个回马枪 届时战果还真的无法预料